艺人马基尔的妈妈今天上午7点40分 在台大医院病逝享年64岁 妈妈妈这个月6号就因为肺炎再度的住院 而马基尔难掩悲伤 希望下辈子可以再续母女情缘 马基尔和妈妈母女情深在演艺圈内有目共睹 而长期和癌症抗战的马妈妈早上7点多 在台大医院病逝了享年64岁 乐观开朗的马妈妈常常和女儿一起上节目 同进同出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基尔三年前酒后闹事 她也抱着病体陪女儿一同出面道歉 2008年罹患大肠癌二期 三年后癌细胞转移罹患肺癌四期 去年8月马妈妈的脑部被检查出4公分大的肿瘤 马基尔也始终陪在妈妈身边 抗癌之路笑着走过 但是病情恶化 还是没有办法和女儿度过这个农历年 这母女情深的画面如今也只成追忆 记者王志文周婷宇台北报导 记者王志文周婷宇台北报导 记者王志文周婷宇台北报导